哎呀 路德克里斯 完了 凉了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啊 Jeremy在枪口价尔尾拿到一堆酒 加注到了1200 来自中国的美女牌手Brandonnie O-Inge 大猛卫口袋时做了300 Ilan Kidding K6杂色 5000可拦不住你啊 Ilan Kidding来Hustler打牌啊 威配不住持率很少会低于7成 基本上他有牌都打 这也是大家喜欢他来的原因 Kidding破掉 Jeremy后手17000全部推了出来呢 Brandonnie肯定是要接了 口袋就被压制了 来吧 发一次 把Jeremy发死 黑头 可惜了 Jeremy手里是一张草花 第一次发牌口袋时 稳赢 第二次 翻牌一张9 哎 干嘛又发两次呢 能不能给Brandonnie发张7 好 最终是个平分 又是一手白打的牌 嗯 跳介绍了 Jeremy在Hustler竟然已经出场了120次 这怕不是又是Jeremy的破防极紧了 这次是Jeremy的破防极紧了 我感觉我们会追随了Jeremy 看到他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 阿隆 那个人是好好做 那就是我们的做法 我已经知道它是 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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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咱们继续往下看 Steve枪口味A9杂色加主打了400 Kidding Jeremy 都是一些比较一般的牌 翻牌AK7 Steve拿到顶盾 Alan Kidding拿到一个中盾 Kidding的秒括也很暴露排力 转拍 连发第二张7 Check check Steve应该不会打了 还是开了一枪吗 我还以为他会打个200 没想到打的却是1200 最终合牌第四张7 这得拿价值了 不是 只打2000 你是不了解Alan Kidding吗 如果他有Kidding的话 你随便推 你推个7000推个9000 我觉得他也是会跟的 吃他2000 对自己的敌人仁慈是吧 那不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吗 继续来看牌 这已经到了转牌 Brenny这手牌拿到了赛的圈 在Tun上只打了半吃吗 这牌面已经三张草花了 3Coin一手A6跟住 3Coin这是 有点什么想法吗 要投Brenny的鸡 这盒牌第四张草花 倒是非常适合他投鸡 怎么打 打多少 麻烦 这手牌 3Coin无论是打出半吃 即便是打出满吃 Brenny好像也很难跟住 4张草花的牌面 转牌啊 Brenny还是打小了 比18000 Coin打出了4000 完了 Brenny再次确定了 自己手里牌的花色 有什么好看的吗 两张圈 草花圈已经在底下了 虽然我没完全听明白 3Coin在说什么 反正他没跟Brenny说实话 我是知道的 来看这手牌 Alan Kidding九钩杂色 加住到1000 Jeremy在他身后啊 一手K6红桃跟住 老Mike拿到一手AK 竟然没有在翻前去做挤压 不过这个翻牌面 对于老Mike还是相当的友好 给到他一个顶对 Kidding在翻后压活了 这牌面还是挺干的 Mike该打价值了 底持3000 Mike打出2000 Kidding秒丢出筹码 告诉老Mike自己有牌 合拍一张9 Kidding这运气啊 坏了坏了 战士上即便Mike不打价值 Kidding肯定也要 推出一个相当大额的筹码啊 来骗老Mike抓自己偷鸡啊 接着打 底持7000 Mike打出了 几千 5300 这是希望 Ilan Kidding用什么牌支付呢 这一枪我是建议是不开啊 Mike可能觉得 Ilan Kidding或许 同样是一手A 只是踢脚没自己的好 最终底持47700 从老IU的Ilan Kidding给老Mike留下了不到1万 再来看这手牌 装卫的Steve三五草花推出2,300 三个跟住 翻牌279两张方片 这挺好啊 牌面好像跟谁都没啥关系啊 目前只有Ilan Kidding是拿到了一个底队 拿到一个最小的队子 第18 Steve打了3300 A狗只能跑路 Kidding中牌可以跟住啊 好 继续 单挑 这手牌Steve能不能利用位置优势啊 把Ilan Kidding给打掉呢 转牌一张老K check check 不打了 合牌 10 呃 7 9 18 狗成顺 这牌面 还是挺干的 15000的坡 Steve打了6200 这怎么选啊 这很难选啊 Steve有可能是翻牌中9啊 恰好合牌拿到92对 也有可能合牌中K Steve还在废话 转牌对你不好 对我可挺好的 非得给Ilan Kidding透露点信息是吧 Kidding拿出了6200 Kidding拿出了6200 He was trying to look confident Does not appear to be very convincing 哼 Steve来了局 Just chips 只是点筹码 Kidding你说的也对 那我跟了 你说你费什么话呢 这牌手经常都是会说反话呀 你越想让我跟住啊 这说明你越害怕我跟住对吧 那我就跟一个给你看看 好 来看这手牌 终于看到了路德克里斯的身影 拿着一圈先手 加住到了4000 紧跟着Ilan Kidding 推出了一个10万的300 路德呀路德 想没想到 你打4000 人家打10万 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不过路德肯定在想 他叫Ilan Kidding 他的欧运范围啊 比一般人啊 宽的多的多啊 他的牌可能还没有我的好 不过我想说路德你要忍住啊 哎呀路德克里斯 完了 凉了 21万3的底时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今晚最大的坡 路德克里斯被 完完全全的压制了 我不需要赢第一次啊 我只需要赢下第二次就好 八九狗 给到路德 4张10到次 转排一张草花 石或者圈 但不能是草花花色 合牌 运气啊 路德竟然赢下了第一次 现在压力来到了 Ilan Kidding这边 10 Go K 将杀死Ilan Kidding 合牌 最终的话 结果倒是大家都能接受 只是一个评分 夹了靠命啊 路德克里斯 好的朋友们 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吧 可以 能接受吗 B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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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lose so much in this hand Yeah BRAZIL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What is going on? Another 100k on the side There's some diamonds in there right? There's still 13 of them Last I counted Another one Black Another brick Neymar Black ToBlack Yeah Brick Neymar does it again I've been eviscerated by my own hubris 73 Here we go 74 Keating's about to be all in No Oh my god It's on four sides 6,7 Oh my Don't have diamonds Alright last one for $25 $25,00 I owe you guys O